大家好,我是時光保俠的Able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週標示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看完之後給個Like和Follow我們 上星期我們說了今年我們選了10隻 又帥仔,性價比又高 以及應該可以以公價買得到的碗錶的前五隻 今星期我們就想說其餘的五隻 第一隻我們想說的碗錶就是Titoni Sea Scopa 600 Carbon Tech Titoni 梅花蜜這個品牌應該是第一次在我們的節目出現 它一向都是做一些中低價比較斯文的碗錶 但是近年它就推出了這一款叫做 Sea Scopa 600 的潛水錶 規格非常之高,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為何今次我們會選擇這個碗錶來介紹給大家呢 原因就是今年它還用了一隻非常高科技的物料 就是 Carbon Tech 斷造碳去做碗錶的外殼 這隻碗錶本身也挺大隻的 42毫米闊度,厚度也有14.5毫米 因為它用了斷造碳來做外錶殼 所以令到這隻碗錶本身輕一點 所以戴上手就比較舒服一點 那這個錶的內殼是一個金屬的殼 原因是因為這隻碗錶防水的深度是去到600米 比起努力士的 Submariner 還要深一倍 它還有一個船入式的標關 是有一個Clung Guide 可以好好地保護那個標關 那個碗錶也是有一個藍寶石水晶底蓋 可以讓我們看到一個機身 本身的碗錶就是有一個Helium valve 即是一個排害器的氣罰 一般來說可以潛到很深的碗錶 它們在上水的時候都需要減壓 這個Helium valve 是被碗錶裡面的害器排出來 令到它不會弄壞那個錶殼 另外這碗錶一定會有一個單向旋轉的錶圈 這個錶圈還是有陶瓷去做的 即是那個錶圈上面的物質是陶瓷來的 陶瓷是會比較亮 而且看上去的質感是好很多 本身錶的錶面的設計很classic 是黑底 用了這個阿拉伯的數目字 以及加上一些圓點來做這個時錶 我們面前這隻是我自己比較喜歡的 它有些彩藍色的顏色配襯 它另外還有黑底白色 以及黑底rainbow 即是彩虹色的數字的選擇 我覺得彩虹色真的比較煞眼嬌 就可能不太適合一隻比較嚴重的運動錶 本身這隻錶搭載的機芯也比較特別 原來它是有一個Titoni In-house 研發生產的機芯 以及這個機芯本身的規格也很高 它有72小時的動力儲備 以及已經經過了COSC瑞士天文台的認證 所以它的準確度是可以達到每一天的負四正六秒這個範圍裡面 根據所有這些功能 本身有一個斷造碳的外殼 是一個600米的防水 再加上一個自家生產設計的機芯 有COSC的認證 這一錶的定價就是24500元港幣 我覺得雖然不可以說便宜 但是我覺得是物有所積的 今天說的第二款的碗錶 是Bell & Ross的BRX5 上一年我們都有選擇Bell & Ross BR-5 這一款碗錶 因為大家如果有留意Bell & Ross的朋友 可能都知道 他們一直都是做一些比較軍事感覺 和Sporty的碗錶 自從他們出了這個BR-5的系列之後 很明顯他們是想吸引多些年輕的Urban Warrior 即是所謂那些穿著西裝 玩著公事保持的城市鬥士 年輕的用家 所以這款碗錶 更加是朝向比較modern 帶起來 stylish 那方面的設計 我自己覺得它在這方面做得很成功 這次的BRX5 它還加了料 就是在機芯方面 但這支錶第一眼吸引我的地方 其實是那個錶面 即是錶盤的顏色 它是用了冰藍色 冰藍這種顏色是不常見的 亦都是比較難處理 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就是 ROLX的Practinum 柏金系列裡面的錶面 很多時候會出現冰藍面 今次在Bell & Ross這個架位上出現冰藍面 我覺得都算是一個挺吸引的元素 但我們看看這款碗錶 它本身是一個鋼的殼 主要表面都是用Brush Light-C的Finish 而邊邊就用了拋光 看上去立體感是很強 那這個錶面上 9點鐘位置是有Power Reserve顯示 有三天的動力儲備顯示 右手邊就有一個日期槍 這個日期槍我就有一點意見了 因為通常我不覺得 日期槍應該是大到可以顯示 兩天或者三天的日期 因為沒有什麼意義的 而且我覺得也不是那麼漂亮 所以我希望它將來 可以變回一個單日期的日期槍 但本身這款碗錶可以防水 是100米 是足夠比較運動的Lifestyle 標觀也是船入式的 可以保證防水 所有時錶和指針都加上夜光 Supernova 所以在黑暗的環境 看時間都不會有問題 說回機芯 這個機芯 原來也很有來頭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它是由一間 叫做Kanissi機芯供應商 是生產製作 Kanissi是做一些比較高端的瑞士機芯 它由Chanel這個品牌 部分擁有 它還有其他股東 它的機芯 亦都是被Chanel Tutor Brightling 或者Tag Oil 這些大標的品牌 都在用它的機芯 本身這個機芯 是有72小時的動力儲備 都是有瑞士天文台 COSC的認證 所以準程度 就沒有問題了 再加上 聽聞標廠所做的機芯 它們是落足了 所以是比較耐用 所以Bern & Ross 就夠膽提供一個五年的保養期 一般獨立的 比較小的品牌 就很少提供到五年保養 一般都是兩年 這次也可看到Bern & Ross 對這款款滿錶的信心 這款BR5X 連同一條鋼的錶鏈 一體化的 戴上手也非常聰明 還有它造工的質素也很高 這個價錢絕對不便宜 但是既然這個 這麼漂亮的設計 以及它很常成的機芯 我會覺得這個價錢 都尚可接受 下一款我們想說的是 Alpina Alpina Extreme 這款自動的換錶 Alpina 已經是一個 比較有經驗 去製造運動錶的品牌 它和Fature Constant 都被Citizen 星神的集團買了 這一款Alpina 即是登山者的系列 已經出現了二十年 這次他們重新 將登山者的系列 重新設計 加入了很多年輕的元素 以及在顏色的配搭方面 都下了很多功夫 讓我們來看看這支錶 我覺得這支錶 最吸引人的地方有兩點 第一就是它的錶面 它的錶面有不同的顏色選擇 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綠色 這個綠色的錶面 還配搭配有Pattern 這些三角形 原來是Alpina的品牌 再加上小妙針的尾端 有一個紅色的三角 可以說是萬六重中一點紅 另外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它的錶殼設計 它這個錶殼是一個 Cushion 型的錶殼 整體來說大部分都是用Brush Finish 錶圈是圓形的 錶圈圓形上面有六顆螺絲 這些螺絲的扭螺絲的位置 也是用了Logo的三角形 所以可以看到它是比較有深思的 而且邊位全部都做了拋光 令整個錶體上來是比較立體 以及比較高級的感覺 這個錶關包了一個膠圈 這個膠圈是跟錶面的顏色配襯的 亦有一個保護錶關的 這款錶是配上橡膠的錶帶 橡膠的錶帶上面 都是有一些粒的紋理 令到它看起來是更加有立體感 以及更加聰明的 這款錶本身是可以防水200米 這款錶的日期窗 亦都做了一個小小的窗框 整體也令到錶面的觀感 是更加比較精緻 這款錶本身是搭配一個 SALITA 供應的SW200 自動上鏈的機芯 SALITA 的機芯非常穩定 而且亦都比較無聊 但本身它事實上不是一個高級的機芯 而它的電力優勢 都只是做到38小時 不過有一個透明的錶底 可以讓我們看到這個機芯的運作 定價方面 我覺得都算是比較親民的 它的定價是港幣13000元 既然是一個比較漂亮的設計 和好的造工 加上整體的形象 都是比較年輕的 我覺得它這個定價 都算是相當合理的 下一款我們要介紹的 是今次我們選擇 十隻滿錶裡面的性價比之王 為何這麼說呢 這款是Ziql 精工的Sports 5 GMT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對它非常認識 很多朋友都可能買過 因為Ziql 是精工的入門版 它是性價比很高的 而且它有很多款式和顏色 所以很多朋友都喜歡買衣服 或者周末時戴一下 這次Ziql 將兩地時間GMT的功能 加上碗錶那裡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實用的功能 Sports 5 GMT 是我們所謂的Travelers GMT Travelers GMT 即是有一支24小時的指針 是顯示家鄉的時間 當你自己本身在家鄉的時候 當然你平時看時間的時針 所顯示的時間和24小時指針的時間 是會一樣的 但當你去到一個第二個時區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錶觀很快速地去調校 當地時間的指針 可以一個小時一個小時向前或者向後去調校 調校之後 你的碗錶就可以顯示兩地的時間 但是精工這隻GMT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個24小時的外錶圈可以轉動 因為這個可以轉動的外錶圈 這隻碗錶其實是可以同時給你看到三個地方的時間 究竟怎樣看呢? 可能你買一隻回家自己研究一下 本身這碗錶有三種顏色的選擇 它有橙色、藍色和黑色 黑色配白色的字 這就是一個很四平八穩的配襯 再加上有紅色的24小時指針 橙色我就覺得太過三眼嬌的 雖然有些朋友會喜歡 但我覺得未必那麼矮看 我自己反而會推薦 這個藍色的一個錶面 它本身是配合所謂Batman蝙蝠盒的 一半藍一半黑的錶圈 黑色的部分代表夜晚 藍色的部分代表夜晚 再配合那支紅色的指針 真的沒得抵押 這個顏色混合是非常漂亮的 這隻錶本身是可以防水一百米 那個錶觀是放在四點鐘的位置 也是一個設計特色 很多朋友都會比較喜歡 它那條Jubilee style的錶鏈 因為這條錶鏈第一它是帥氣 看起來是斯文得來 又有一點點運動感 因為那些格和格之間 就比較幼了 所以它的弧度可以變化比較大 就會帶得比較舒服 本身的錶都不小 42.5毫米的闊度 本身它的錶圈上面 也是放在一層礦物玻璃那裡 作為曲蹄 所以看起來就有點亮亮的 也有質感 本身那個碗錶有很充足的夜光物料 因為精工SPOTS5 它的夜光物料都出名的 所以在暗黑的環境去看時間 絕對沒有問題 它搭載了精工自己生產的 4R34的自動上鏈機芯 這個碗錶可以提供 41個小時的動力儲備 不過它每一天的不差 它自己擺放是正45秒 或者是負35秒 這個範圈都很大的 一分多鐘 但是以我手頭上有的精工 同樣是用這個 CR34機芯的碗錶經驗 一般來說 它們都可以控制了 每一天快晚 不超過10秒 這個範圈 就算是多一點 就沒有它自己的評價 說得那麼誇張 它定價港幣3480元 是否比較吸引的價錢 我覺得就是性價比之王 不過這隻錶 聽聞就真的非常之賀視 大家都搶著去買 因為有功能 又挺帥氣 所以大家可能要多走幾間 才會找得到 好,接下來講最後一隻 這隻是Hamilton的Kaki Phil Murph 38毫米 Hamilton可以說是 最常出現在電影裡的碗錶品牌 它不是付錢去賣廣告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電影人做道具的管理人 特別喜歡Hamilton 所以我們時不時都可以看到 Hamilton的碗錶出現在電影裡 這次這隻Kaki Phil Murph的碗錶 就更加成為了2014年一套 很出名的 叫做Interstellar的科幻片 故事裡的一個重要角色 本身這隻錶是帶動故事的 我們先看看這隻錶 這隻錶完全是一隻Two Watch的風格 Two Watch是由軍錶演變出來的 即是說平時我們帶軍錶或者Two Watch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最重要的是看時間要清晰 所以這隻錶我們可以看到 阿拉伯數目字的時錶 很清楚的 白色色 黑色的錶面 反差做得非常好 好得你又不會刺眼 另外還有一個分分鐘的路軌 讓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準確的時間 大三針就不用說了 它的指針是一種叫做Cathedral 教堂式的指針 俄羅斯風格的教堂頂 有一個形狀的東西 亦有人說這是蛇仔針 即是像蛇頭一樣 錶殼本身全部都是Brush Finish 38毫米 這碗錶之前是出過42毫米 今次是By Popular Demand 很多人都覺得可不可以出一個小小的尺寸 因為我們覺得42毫米好像大了一點 Hamilton順應民意 今次出了38毫米 整體上我覺得是很適合的 還有錶關也是一個船入式的錶關 本身的錶也有一個透明底 可以看到機身 整隻錶也是Brush Finish 剛才說過 但它的錶圈是Polish 拋光的 所以看到有反差和立體感 所以我覺得它的處理是很不錯的 錶帶是一條黑色皮革的錶帶 亦都是用了和錶面上的時錶同樣的白色色 即是有少許橫色 看上去就有Vintage 少許復古的感覺 總之是很舒服的 戴上手也是非常舒服的一款錶 這個錶本身搭載了一個由ETA供應的機芯 這個機芯是ETA為Swatch Group的品牌所做的 它本身是有80日的動力儲備的 另外有一個名字叫PowerMatic 這個機芯 亦都是用了一種叫Nevachrom 合金來做它的油絲 這一種合金是不會受到磁力影響 所以作為一個Tool Watch 這個Kaki的MIRV 38毫米的碗錶 就真的有了所有它應該要有的功能 這錶缺了一件事 我就不明白為何Hamilton沒有放進去 因為在42毫米那款的碗錶上面 那個秒針上面是用摩士密碼 刻了一個叫Eureka的字 這個Eureka的字在Instastella那套戲裡面 當那個主角研究出一條方式可以拯救人類 在那個時刻他很開心 他就說了這個字 Eureka的意思就是人類得救 其實也很有意思的 因為這個錶本身就是 說Interstellar這個電影的故事 但是呢 在這次的38毫米這個Model裡面 他就沒有放進去 不知道為甚麼 我們看看它的定格 它的定格大概是港幣7千多元 既然有一個設計那麼好 一個上升的機心 本身是有了所有Tool Watch的一個功能 也很有一個Vintage的感覺 戴上手動靜佳儀 我有點覺得 所以我覺得這個價錢 也是非常之高性價比的一個選擇 今年我們選擇了10隻 我自己覺得帥仔 和性價比高 和應該可以用功格買到的碗錶 都介紹給大家了 希望你在其中之中 都可以找到你自己喜歡的碗錶 如果你對這些碗錶有甚麼意見的話 歡迎在留言告訴我 等我下一次選擇碗錶的時候 可以參考你的意見 好了 今個星期的一週標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